大家好,我是Tina,今天我们去一个港口小镇,辉体尔,从安克雷奇的市中心出发60英里,开车一个半小时。 一路上我们先去两个我收藏的私密的地方,这里是波特奇山谷休息区,非常宁静和隐秘,可以常年看到蓝色的高山冰川和碧绿的湖水,漂亮极了。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带着你的kayak,在这里慢慢享受风景。 继续向前开,我们再停一下,这里是波特奇湖的观景区,这里常常可以看到高山倒影和高山上脱落下来的冰川块,漂浮在湖面,值得停车拍照。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去辉体尔小镇的必经隧道,开车往返辉体尔小镇,需要穿过2.5英里长的安东安德森隧道。 这条隧道建于二战时期,以建筑隧道的工程师命名,二战时期这里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并不对外开放。 我现在呢,在火车道上开,火车和汽车共享这一条路。 这个隧道是单通道,单向行驶,进出小镇的两个方向,所有的车辆需要轮流等待方行。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北美最长铁路公路两路隧道。 进到辉体尔小镇,常常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公主号邮轮已经停靠在码头了。 辉体尔小镇是中年不动港,是公主号邮轮的阿拉斯加停靠港口之一。 有些客人来到阿拉斯加是选择邮轮,也就有机会来到这个小镇。 今天我们不坐邮轮,坐一个冰川海洋生物游船。 可以看到的冰川有学院冰川,surprise冰川,黑石冰川等等,大大小小一共26个冰川。 这个区域属于威廉王子湾冰川国家公园。 白头鹰是美国国鸟,每年约有6000只白头鹰。 季节性的生活在这里。 冰川海洋生物游船是巡航速度最快的双体船,航行大约5个小时,全程145英里。 这些是最小的海洋哺乳动物,海塔。 它们没有像精那样厚厚的皮下脂肪,可以保暖。 但是海塔有一身厚厚的皮毛,每平方毫米有12万5000根毛。 同时,皮毛上还有一层脂肪,即使在冰冷的水里,也能滴水不透。 这里是黑腿三指鸥的狙击地,每年夏天有超过一万只的海鸟,在这里生活缠络补育。 在飞往南方过冬之前,鸟妈妈们将会在这里,教会幼鸟生存的技能。 游客可以保览威廉王子湾壮阔的冰川,接近冰川,可以听见冰川融化,变成瀑布的声音。 在航线的尽头将会出现一整片的冰川,船长会熄灭船的引擎。 我们可以在一片静意中欣赏美景。 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冰川崩塌的震撼瞬间,听到令人敬畏的巨像,随时准备好可以的香气。 乘坐冰川游船可以比大型的游轮更加近距离地观看冰川的美景,非常推荐。 我 acha。 我的天啊。 威廉王子湾还有许多的动物。 金鱼, 海狮, 海塔, 海豹等等。 让我们来个偶涌吧。 船员还会将冰川帮落的浮冰打捞上来 供游客品尝 航行期间还有机会偶遇各种稀有的海洋生物 今天约有一千个阿拉斯加远住民 仍然居住在威廉王子湾一带 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经改变 从传统的自给自足捕鱼打猎 发展成管理现代化公司为主的生活方式 很多伟大的探险家都曾经到达过威廉王子湾 丹麦探险家维特斯·白令 于1741年在俄罗斯海军任职时 就曾到达过这里 1778年5月 库克船长第三次进行世界探险期间 率船进入威廉王子湾 库克船长将这一带命名为三文治湾 后英国的海军 为了纪念乔治国王三世的第三个儿子 将这里命名为威廉王子湾湾 其他邮轮公司的船 会到达另外一个西华德小镇 我们下一集具体介绍 会地尔小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小镇之一了 只有夏季才会有游客和游轮抵达 冬天时降雪量非常大 天气状况极其恶劣 唯一的高楼就是这个14层的贝极其大厦 它包括了150间两居和三居室 是辉蒂尔全体居民居住的地方 想象一下 一整村人相亲相爱的 就这样居住在同一栋大楼里 在冬天 他们并不用出门 这楼里包括了所有的日常所需的公共设施 比如说市政府 邮局 学校 医院 警察局 餐厅等等 你愿意在这里住上一辈子吗 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考虑在小镇上参加kayak冰川游活动 十岁以上就可以 而且不需要有任何皮划艇的经验 回程的时候要提前查询好隧道关闭的时间 我会把旅游和预定信息 放在YouTube视频下面的信息栏中 隧道是通往徽蒂尔小镇的唯一的道路 其他想进入小镇的方式 就是要靠飞机和邮轮了 下一集我们将会去到另一个西华德港口小镇 我们下期见啦 谢谢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杰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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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鱼 这个地方 但 感谢观看